由东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勒林大学 在今天举行结业典礼 114学年第一学期的勒林大学办理结业典礼 特别选在了东海岸游客中心 依依不舍餐厅 而这群高龄学习者 有96名参加本学期的勒林大学 丰富的课程让这群平均年纪63岁的阿公阿嬷 有了更多才多姿的退休生活 校长表示 只要在东华大学读过一天书 就是终身东华人 东华大学所系所也将提供给勒林大学同学更多资源 欢迎明年继续就读 以前很想念书 但是家中的经济困难 能念到小学毕业都很困难 更别提上大学了 这是许多年长者 在岁月记忆中其中的一个遗憾 不过目前勒林大学就能够弥补这些长者 在退休生活之后 能够透过东华勒林大学举办的课程当中 学到更多元丰富的课程 现在大学不太容易 我在学校里头 一天到晚被同学们霸凌 被帮忙逼 很难得在这里 大家对我都赏身花鼓热 这个实在是很高兴的高兴 那真的代表学校 恭喜各位又毕业了一次 今天从东华大学 勒林大学毕业了 那我希望这个 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班别会继续办 欢迎各位一直回来一直回来 甚至我们在寿工校区的一些班别 也欢迎这个燕子老师有机会 带他们一起去 我们有艺术学院刚落成 你有去参观过吗 有 这个刚落成的艺术学院 有办艺术学院的活动 最近一天到晚有音乐会 其实你应该哪一天 把他们大家全带去听一场音乐会 最后晚上 我们音乐会一定会为 我们所有结业的校园我们开放 你们只要在东华大学 补一天的上一天的课 你们这一辈子就东华人 你们说好不好 勒林大学专案计划 开设一年的勒林大学课程 圆了长辈大学校园的生活梦想 课程涵盖文化生活薪资 健康休闲与与专业智能四大面向 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接触更多人群 下学期也即将开始招生 预计招收100名 东华大学热林课程多元化 均有系统性的安排课程 让生活增加新知识 新技能 鼓励高龄者能够走出户外 多多参与人群的互动 东华热林大学 野兰快乐 耶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